今天我们的智慧得相 为什么不能嫌弃 我们有意义 佛讲得再清楚 再明白 再恳切地劝导我们 我们还是不相信 觉得自己没智慧 自己愚痴 这个世界上很多聪明人 我们跟他相比不如他们 都这种心态 这就是我们自己 怎么修怎么学 都没有效果 显现 越来 这一句越重了 甚至于年极乐世界 就是在哪里啊 西方 西方没有边际 我念佛想去西方 怎么个缺乏了 这都是疑问的 真到西方 阿弥陀佛来 借引你去 带你去 你不必问哪个方向 佛不来借引你 不带你去 你肯定没有到极乐世界 你找不到 你决定会迷失方向 所以 一定要求福 带你去 佛会不会来呢 肯定会来 为什么 这是他四十八愿里的愿望 他自己发的愿 佛来借下 给主书 是佛的分身 同时 一处 佛能分 无量无边身 借引设法 无量无边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一个都不乐 我们对这件事情 要有信心 决定不怀疑